接續上集 讓我們繼續來看 《中堅有忌諱》 2006年 《中堅》又接了兩部日劇 《李劍八拳傳》SB 與《公民十字路》 並兩部電影 《大奧與圈套劇場版2》 另外他也在該年 第57次NHK紅白歌唱大賽中 第二度擔任主持人 這時的中堅可以說是順風順水 紅到炸裂 在該年中堅就以26歲之姿 成為當時大和劇最年輕的女演員 要知道大和劇是以歷史為基礎 對演員有著非常高的要求 無論是演技或個人形象 都影響著是否能取得演出機會 很多演員都以能演出大和劇為榮 而中堅在此劇 更是以女主角的身份出現 而在童年的《李劍八拳傳》 中堅有機會飾演李劍家的伏姬公主 她在此劇的戲份並不算多 但卻是別具意義 《李劍八拳傳》是改編自日本戲作家 龍澤馬琴的文學作品 該作出開於1814年 歷經了28年才完成 是江戶時代戲作文學的代表 日後被多次改編為電視連續劇、電影 人偶劇、歌舞技戲碼 乃至於漫畫、動畫等 這部戲劇也要負文學價值 並具歷史意義 最著名的就是在1983年 依據日本作家 《臉田敏夫》所改寫的《星李劍八拳傳》 所拍攝的同名電影 該版本為《貞田廣之》與《鑰匙丸博子》主演 並破天荒地找來美國歌手約翰·歐班諾 來編曲、寫詞及演唱電影主題曲 如果你是40代到60代 對此曲應該不陌生 運用東西合併的方式 在當時可謂創劇 而2006年翻拍的版本 更是忠於原著劇情 由日本TBS電視台分上下兩集播出 對此劇的重視可有演出的陣容洞見 龍澤秀明、林瀨瑤 油版李慧、管野美慧、大山聯 佐野使郎、武田鐵史等 2007年仲間與古猿張介 在嫁個好人家扮演一對夫妻 山本君子是一名富有正義感的自由作家 總是把一些不可能的任務攬到自己身上 大而化之的個性使他無論是採訪黑道 或是難纏的人物都能順利完成 這樣的他嫁到了一個在當地有名望的家族 而丈夫山本雞翅郎是個外表俊秀 實際上卻是個毫無主見 淺缺思考的沒用男人 婆婆山本智摩子是個熱心教育的賢妻良母 但由於過度要求完美 反而為周遭帶來壓力 山本君子要怎麼在這個媽寶男 還有婆婆間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呢? 這部劇可以說是趣味橫生 非常值得一看 在這年仲間因為拍攝2007女子行事 他和大十三歲的田中哲思成為了朋友 在此也種下了仲間日後不一樣人生的種子 2009年仲間在牧村拓哉主演的Mr.Brand 出演了一個單元 劇中仲間將同一個人物 邱吉佳奈子的三重性格表現得淋漓盡致 同年仲間與田中哲思與黑幕大搜查 再次同台 該劇的宣傳語為這個世界有著不可碰觸的黑暗面 仲間飾演的海明瞭子 因為不懂變通被一流雜誌社開除 為了糊口只好到一間三流雜誌社工作 憑著過人的敏銳知覺揭開許多事件的陰暗面 而田中哲思在劇中擔任女主雜誌社的上司 此時仲間與田中的戀情也浮上了檯面 大家都非常驚訝不僅是年紀的差距 田中哲思就是個陪襯綠葉 劇傳兩人的收入有十倍的差異 並且長相猶如日版沈玉琳 他們的配對像美女與野獸一般 他們之間的關係曝光不久後 田中哲思居然被曝 與某一個地方異常巨大的園幹會 以及演員續穿還同時交往 可謂厭福不淺老少通吃 所以在座的如果交不到女朋友 請你不要懷疑你的長相 田中可以你也可以的 傷心的中間還寫信給他的好友 就是與他同演女子刑事的日本老牌演員 全品子訴哭 兩人似乎已經分手了 但奇妙的就在這 居然隔年他們又神復合了 讓客官們仗二金剛摸不著頭緒 如此的出軌任誰都無法忍受 但中間就是死心塌地的愛上了這位渣男 主動跟他在一起 雖然難過也是他願意和田中哲思復合的 2011年 在《美麗靈人》中 女主梅爾·莎西 以反派的形象在劇中出現 這也是中間首次演壞女人 在失業惠禮子的丈夫被公司調派到大阪後 莎西及賈介丈夫在美國工作的理由 搬到惠禮子的隔壁 其實他乃是別有目的的 而惠禮子一家正逐漸陷入莎西的網絡裡 片中莎西臉上常掛著微笑 但內心深處卻藏著不為人知的黑暗 看著那種別有生意的笑容 心裡不禁發寒 2012年中間演出《世界奇妙物語》 2012年春季特別篇 《Sweet Memory》 中間在此劇是一個被幻想出來的人物 女主以為自己是一個留學歸國 容貌較好的設計師 一天在醫院醒來 在旁的警方說 發現她的時候 與一名男子躺卧在寫破中 女主開始回憶男子是名跟蹤狂 那天擅自闖進她家中 才會發生意外 但在警方的查證之下 才逐漸發現 原來這些都是女主意想出來的 她既不是美女 也只是個打雜的助理 為何現實與她的記憶 有如此的落差呢 帶著一張日本人認為典型的美人臉蛋 中間截至2014年 就已經有近百步的影視作品 這種勞動力是鮮有女藝人可以望其向背的 在心情工作的背後 中間的感情世界幾乎空白 鮮有緋聞的她 唯二的兩次傳聞 是拍攝集到先師時 傳與松本潤互動頻繁 但之後也沒有下文了 還有一陣子因為和女歌手 島谷彤同居 被傳百合的關係 兩人還一同去美國洛杉磯玩 島谷彤還在節目中幸福的說著 兩個人還是住蜜月套房呢 他們兩個甚至還有日本最美麗的百合之稱 但現在看來 這些大部分都是媒體炒作的成分居多 中間有機會曾說過 最想嫁的是能讓沖繩獨立的人 但最後她卻嫁給了田中哲思 就可以驗證一句話 愛情是盲目的 當所有的人覺得他們不合適時 中間卻義無反顧的嫁給了她 其貌不揚的田中哲思那時還這樣說 獨佔美人真的是對不起大家 的確她是很對不起大家 本以為婚姻會讓一個男人收心 但結婚後的田中哲思還是浮動不安 在2016年的時候 中間就覺得事情不對勁 於是想要藉由懷孕來挽回丈夫的心 那時中間還跟身邊的友人這樣說 我老公都不幫我 當然啊 因為她老公已經幫別人了 沒有精力幫她了 就在2017年5月 趁著中間在國外工作 田中哲思被Friday拍到 深夜戴著帽子口罩外出 搭車前往小三的住所 下車後還多次左顧右盼 之後才溜進女方家中 而網友們也肉搜出這位情人 正是日本知名髮型師田索性子 而他們之間不正常的關係已經維持了5年 也就是說田中哲思 是在腳踏兩條船的狀況下結婚的 開記者會公開道歉時 他這樣說 我輕率的行動造成大家的困擾 讓家人受苦了 我下次不會再犯 為了重拾大家的信任 我會更努力演戲 在此致上最深的歉意 對於已是累藩的田中 他的道歉 我就不予置評了 有著柔弱外表的仲堅 內心卻是無比的堅強 雖然早從生活中的蛛絲馬跡 發現了田中的行徑 還是在期間完成了許多作品 2014年的花子與安妮 主角花子為極高游離子 仲堅游忌慧則扮演花子一生的智友 《夜山蓮子》 這是仲堅繼1998年的天高氣爽 第二次出演成間劇 劇中的蓮子是一名出生於貴族的孤傲女 不與其他的同學往來 甚至對老師也是氣勢凌人 常對花子以止氣勢 但最後被花子的真誠打動 兩人成為一生的智友 此劇也為仲堅拿下第82回日劇學院賞 同年仲堅參演了香棒第13季 因為我平常都有在收看香棒 看到仲堅以赦美迷子出現時 我還真的有點嚇一跳 不知為什麼每次中間美美的登場 鏡頭就會變成慢動作 而這部日本常售推理電視劇 主要講述被流放到 僅是特命系的山下佑金 和他配搭解決各種懸案的過程 依次看到佑金書那種老人碎唸的辦案方式 總是喜歡把事情的來龍去末 向罪犯詳加解釋 覺得這個人怎麼這麼囉嗦 但看了幾集後 就越來越喜歡佑金書了 而中間在此劇 從第13到18季以配角出現 在田中哲司被爆五年地下戀情的2017年 中間非但沒有停下他的工作 反而連接五部劇加上一部電影 他對工作的執著可見一斑 一旦立下計劃 再大的事情都不能與工作有所抵觸 即便丈夫外遇他也沒有減少一點工作量 2017年的樂園改編自有著平成國民作家美玉 公布美心的同名作品 我也看過幾本公布的作品 相較於另外一個 我也蠻喜歡的日本推理作家 東野貴吾豐豐富的想像 公布擅長用細膩的文筆架構緻的劇情 探討的議題往往與日本社會現象結合 而樂園則是接續公布的另一本小說 《模仿飯》 一對夫妻將自己的女兒殺害 埋藏於自家的地板下 就如此與世共勉了16年 而一場大火過後 這對夫婦不知什麼原因前去自首 而此時一名婦人來到了姿子工作的雜誌社 她告訴姿子 她的兒子可以看到別人腦中的記憶並劃出來 其中一張正是那對夫婦的事件 姿子在半信半疑下開始了調查 幾個看似毫無關聯的事件逐漸拼湊起來 齊劇中營造的氣氛灰暗郁悶 看完心情久久不能平復 童年的《無人生還》 是改自英國著名偵探小說家 阿莎加·克里斯蒂老奶奶的作品 由《中間遊戲會》主演 《江戶亂不賞》得獎作家 長版秀家編劇 八個來自不同背景的人物 被招聚到一座孤島的豪華旅館 在之後的幾天裡 他們陸續死亡 而且司法極順序 就和旅館內懸掛了小小軍隊之歌的歌詞 完全吻合 每當一個人死亡 被擺在大廳的軍隊討偶 也會同時消失一個 而《中間》則飾演一名退出體壇 改做家庭教室的游泳選手 他在五年前殺害了自己的學生 該劇大致上終於援助 並把西方的故事 融合日本在地的元素 可以說是非常好看的一部劇 你不看他最後 真的不知道誰是兇手 《中間》算是一位高產量的演員 還有許多日劇等著各位去發現 看看演出的歷史 他幾乎是沒有間斷地在工作 在採訪中他也說二十幾年下來 他幾乎沒有什麼假期 每每安排好的旅遊時間 又會突然被經紀人安排戲劇的演出 雖然每次都很無奈 但經紀人都會以 就是個很好的演出機會等藉口說服他 在每次的妥協下 我們才能看到這位演員 帶給我們這麼多美好的影視作品 而從2016年就開始嘗試懷孕的中間 也順利在2018年產下梁子 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一種日本傳統女性的韌性 在丈夫外遇的傷心難過之餘 她還是選擇了原諒 甚至朝著人生的下一個階段邁進 中間有機會曾經說過 自己是個很無趣的女人 平常的嗜好就是逛逛雜貨店 在2011年 中間與古原章界合演 池上勇伊作品的改編劇 Tempesto的時候 就勸中間不要凡事都那麼認真 偶爾也是要跟她出來喝喝酒的 雖然有著出眾的美貌 但她的感情生活似乎有點乏味 我在想我的老婆如果是她 或許看個一兩天還蠻不錯的 但生活需要很多的情趣調劑 而不是僅僅工作而已 或許這也是田中哲思外遇的原因 太無聊了 想找些刺激 而如今丈夫因為外遇事件形象不佳 接不太到工作 現在就是給老婆供養者 但中間似乎也不介意 田中哲思現在大部分的時間 都待在家中陪老婆 中間在節目中也說 丈夫也會幫忙做家事 甚至負責料理晚餐 幫雙胞胎兒子洗澡 有了孩子似乎真的能夠讓一個男人收心 照顧孩子都已經精疲力盡了 應該沒有精力再給別人了吧 曾經一度懷孕發胖的中間 在休息一陣子之後 也逐漸恢復了身材 在2019年雨姓演出了《偽裝不倫》 這部劇我是覺得普普啦 也是仲堅再次與古原章介扮演夫妻 在日常生活中終於婚姻的仲堅 在此劇中讓古原章介戴了綠帽 雖然就是那種男主生病 並為了女主隱瞞病情的老梗 但如果是帶著輕鬆的心情隨意看看 還是不錯的 2020年仲堅與相警理合演《時》的秘密 仲堅在劇中是一名精明能幹的女性 生活在社會金字塔的頂端 而丈夫只是一名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建築檢查員 每天只想著回家做菜給女兒吃 就這樣價值觀的差異導致二人離婚 但在一次由貴子綁架了自己女兒後 她才逐漸發現 前妻貴婦般的生活之下的黑暗秘密 而原本與她無話不談的女兒也與她漸行漸遠 這部戲劇我覺得有點輪到你了的影子 試圖描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藉由這些秘密又解開一些不為人知的事件 但顯然的此劇比輪到你了在結構上薄弱很多 平均收視率也僅有6.89 看來仲堅要靠此劇當作付出後的代表作 還是有點困難的 但沒有關係 仲堅已經接下2020年的最新日劇 《24 Japan》 改編自美劇《24》 原作是描繪美國聯邦反恐局搜察官傑克·鮑威爾 對抗恐怖分子的故事 日版的男主角由唐澤壽明飾演 而中間將扮演日本首位女性首相候選人 趙蒼莉 身為原作的粉絲 中間表示 在開拍之前 我真的非常緊張 我飾演的首相候選人趙蒼莉 是一個很有智慧 並擁有強烈信念的女人 一想到要飾演最愛的角色 讓我不免有點退俗 但最後還是下令決心好好努力 我想這就是中間人生的態度吧 無論是多困難的角色 總是全力以赴 無論婚姻出現如何嚴重的問題 她也不逃避 雖然也有退縮的心 或石油軟弱 但深呼一口氣後 我還是那位勇往之前的中間有機會 讓我們一起期待這位沖繩姑娘 帶給我們更多好看的戲劇吧 units 我們要離世screen 我們來共產 我們來共產 旁邊共產 我們來共產